滿滿一箱菜葉不是發黑 就是泡爛了 得丟掉 今一箱30斤的高麗菜 只有20斤能賣 菜商超無奈 這兩間的菜也去賣 還有水箱 外面就是都不會菜 葉菜類大缺貨來得及搶收的 像現菜 油菜價格全部翻倍 而前兩日批發價 漲了四倍的青江菜 攤商更是不敢進貨 貴啊 有的捨不得 都敢買 沒有再帶這麼多錢來買 這裡有多多多 缺貨情形在大賣場同樣看得到 雖然架上擺得滿滿滿 但走近仔細看 上頭不是玉米 就是青椒角白筍 葉菜類只有小白菜 佔小小的一區 其他的早就賣完全貨 阿龍 一蘭蘭高麗菜在網批發市場 來到高麗菜產地花蓮 發現醃水後 菜價從美金17.1元 漲到21元 漲幅兩成 但在臺北第一市場 漲幅卻超過五成 農委會主委林聰賢就直言 高麗菜產地 本來就不是雲林等災區 質疑有菜蟲 平均很不錯啊 還不錯就對了 平均很不錯 不會說下代影響到 不會 氣價啦 但是算是算不算 菜價當地部長外地長 農委會呼籲查菜蟲 就怕有心人趁雨災 紅台菜價發災難財 記者台北花蓮綜合報導